何为用功法,半道不污染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道心是在磨练中磨练出来的,不是天生的呀。 所以有人出家还没有几年,认为自己总是不进步。 不进步他不知道是怪谁,他总怪人,不进步要问你自己,你心里那些贪嗔痴慢疑的念头断了没有? 不讲断了,淡了没有? 你一天到晚还在搞贪嗔痴慢疑的话,你能用功夫吗? 你能学好? 你还想了生死,哪有这个便宜呀? 所以呀,真正出家。 想修行,想了生死,就出出家的几年,一定要发一个真实的道心。 越是苦事没人干的你越干,越是对你不好的人你越是恭敬,目的就是磨练自己的身心。 所有自己的娇慢,供高我慢,忍我是非,极度障碍,把这些习气磨掉。 以后呢,你才能谈得上用功伴道啊? 这些习气不去掉的话,你说你能用功伴道啊? 你到哪里伴去呢? 你还没伴呢? 这些东西就把你仗住了呀。 过去祖师们讲,何谈用功伴道,半道不污染。 就是讲,用功伴道,你不要把你这个本有清静心搞脏了,那些供高我慢,极度障碍等等的心念,都是污染。 污染你不去掉,就像一个瓶子,你不把里面的脏洗掉,擦掉,之后再装好水,水会被你杯子污染了,不能喝不能吃呀。 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,你不接受的话。 想用功伴道,想了生死,想增加福德因缘,谈不上啊。 不但谈不上,你有极度障碍,我慢供高等这些念头的话,不但谈不到福德因缘,同样干这件事,别人赔福,你造罪。 师父接着举了平常寺院生活中的例子,中午过堂时,有为行堂的人不管对方筷子的事意,故意给人多打扮,给人打扮是赔福的事,是结缘的事, 但是别人不要,你却呼噜一下道给别人,你俩就结了愿了,是不是啊? 所以讲,这些就在日常生活上,会赔福的人,处处赔福,想整人的人,处处赔罪,结怨。 就从这个小事上,我们可以看到这道理。